好18%要改革了 不过整个改革情况 似乎又是逗退路 真的是遇到选举就会转弯吗 现在劳工也感叹 自己跟公务人员 怎么样就是不同命 大家都摇头心叹 我们带你一块了解 好年金要改革 不过似乎遇上选举就会转弯 这公职人员呢 退休改革方案 考试院又做出了让步了 18%优惠存款利率跟计算基准呢 本来是在民国105年就要调整 不过现在确定要延后一年 好要等到民国106年才会来实施 那么因为很刚好 105年就是总统大选 让外界质疑这考试院的让步 是不是很担心选票会流失呢 尤其万一延后了一年好 可能在104年到106年之间 就会爆发退休潮 这样估计2万人 好砍掉18%省下270.5亿元 不过万一爆发了退休潮 年金改革难道是改假的吗 公务人员18%在马总统登高一呼下 已成定局 不过什么时候实施 考试院却一改再改 最新宣示 调降18%时间要延后一年 不过这样的决定 却引来立委质疑 动机不单纯 有时候太多的政治算计 反而是对自己更不利 所以其实没有必要 就是用假改革 真骗票的这个 情歌记录又多一桩而已 会这么说就因为18%优存改革 原定民国105年实施 但这正逢总统大选 延后一年难道是担心流失 国民党铁票吗 再加上考试院估算 民国104到106年 会出现高达2万人的退休潮 原本要靠105年到109年 砍掉了18% 省下270.5亿来支付退休金 但如今晚一年实施 对吃井的财政负担只会更大 如果我们不及早来发现 跨越悬崖的这个大桥 在我卸任之后 未来这列火车一定会坠燃 一月份采用坠燃 来形容年金改革的重要性 但如今却犹如菜市场喊价 时辰往后延 马总统的改革诚意 不免让外界打了问号 三地讯号 马同学好 台北报道 好 为什么说是改革逗退路呢 因为现在有年金改革 连公务人员也相当不满 因为大家大喊说 怎么越改越糟糕 因为我们来比较一下 像公务人员都有值等的 不过年金的新方案部分 像是高级的政务官 考试院长关中等人 这院长级跟部长级的 好 年金一改之后 退休金每个月是少了 两万两千九百块钱 不过一般比较低值等的 好像是科长级以上的 基层公务人员 竟然少了两万四千块钱 不过比较一下 大家想说那样不错 因为院长级赚得比较多 怎么减得反而比较少呢 好 现在考试院解释了 这是因为横跨新旧制度 所以每个人的基数不一样 导致的结果 不过基层就呛瞎 根本就是北高官受小令 有传真来的 有电子邮件 还有亲笔手写的 话后一叠 全都是退休公务员的 抗议投书 投书是很多啦 我是觉得蛮痛苦的 就是说 未来跟我投书的 大部分都是弱势的啦 他领的钱三千四千五千 结果你现在又要三他的 所以有些电话拿起来就哭 我也说也蛮难过 公务员退休年金方案出炉 但比起农历年前的版本 新方案改革 却是倒退走 根据考试院权势部在网路上公布的改革方案 能兼顾军公教权益 限制所得优渥者 照顾弱势者 改革工程更合理 有效拉近公务人员和一般劳工 在退休年金上的差距 洋洋洒洒 死大点 却被爆出 越改越糟糕 改革之后 以三十年的年资 跨越新旧剧来计算 院长级与部长级 每个月退休所得 比限制少了两万两千九百元 但是一般九职等科长级的公务员 却减少了两万四千七百元 十二职等更惨 减少了两万七千多元 像是考试院长关中 监察院长王建轩 等部长级以上退休的政务官 扣的钱比基层还要少 公务员砍了九刀 刀刀剑骨 基层的军公教人员 砍了最多 你觉得这样合理吗 所以因此我们提出呼吁 要减大家一起减 合理的减 按比例来减 改革初包 许多弱势退休公务员看了超火大 政府改革喊得大声 最后却是肥了高官 受了小力 三菱新闻成立国人民院台北采访不到 好 现在不止公务人员大骂 就连劳空朋友也在说 我们更惨了 因为我们来比较一下 当时这个退休制度的算法 两者就相当的不一样 像是劳工呢 是以最高六十个月的平均薪资 所以呢你辛苦的赚 最高六十个月一平均下来 似乎就变少了 不过公务人员的退幅呢 一月份的版本是106年前 最后十年的平均薪资 不过三月份的版本呢 是最后的月薪资 好 当然你最后一个月的薪资 就会是最高的 因为都要退休了嘛 当然呢 是做得越久 你的薪资就越高 尤其是算下来 领到的薪水也相当的不平衡 像是呢 好 我们就分真辛苦 就真有钱 如果一家都是真家人 感觉起来呢 真的是蛮不平衡的 因为像是呢 这个真有钱 好 一样月薪五万块钱 不过投保金额是五万块 但是呢 真辛苦 投保金额是 四万三千九百块钱 当上限 好 公务人员门槛 可以保到十万块钱以上哦 算一算一样是零五万块钱 感觉起来 每个月的退休金 至少算一算 所得替代率 就差了一万块 拿着铲子 悄悄打打 把水泥铺在厚重大理石上 用劳力赚钱 工作吃重 劳工朋友够辛苦了 更惨的是 未来退休金 不管怎么领 都比公务员少一截 劳工退休金算法 是取薪资最高的 六十个月平均计算 而公务员有两种版本 一月份版 最后十年平均薪资计算 三月版 则是最后月薪来计算 但不管是哪一种方式 公务员还是相对有保障 公务员他的薪资呢 是绝对是一直往上 稳定的向上调整的 所以呢 你在这个情形之下 劳工当然 计算出来的每一个月 所谓的月平均投保薪资 他绝对是比较少的 假设劳工朋友 增辛苦跟公务员 增有钱都月领五万块 但投保金额 增辛苦最高 只能到四万三千九 就达上限 但增辛苦 却可以保到五万元 再假设两人都工作三十年 以劳保年金 所得替代率 一点五五%来算 增辛苦退休后 月领两万四百一十三元 但增有钱 所得替代率有两% 算一算 退休后 可以月领三万 这一差 就差了一万块 公务员他们 开始领取年金的 这个门槛 也是比较低 对劳工来说 就是非常大的不公平 劳工辛苦打拼一辈子 做得不比公务员少 但到了退休金这一关 还是输了 三宣王汉吉 廖杰鱼台北报道 三宣王汉吉